《红楼梦》卷四十七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聚货走他乡 话说王夫人听见邢夫人来了 连忙迎了出去 邢夫人犹不知贾母 以知鸳鸯之事 正还又来打听信息 进了院门 早有几个婆子悄悄地回了她 她才知道 但要回去里面已知 又见王夫人接了出来 少不得进来 先与贾母请安 贾母一声不言语 自己也觉得愧愧 凤姐儿早指一事回避了 鸳鸯也自回房去生气 薛姨妈王夫人等 恐爱着邢夫人的脸面 也都渐渐退了 邢夫人且不敢出去 贾母见无人 方说道 我听见你替你老爷说没来了 你倒也三从四得的 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 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了 你还怕他使性子 我闻得你还游着你老爷的那性儿闹 邢夫人满面通红 回道 我劝过几次不一 老太太 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 我也是不得意儿 贾母道 她逼着你杀人 你也杀雀 如今你也想想 你兄弟媳妇本来老实 又生得多病多痰 上上下下 哪儿不是她操心 你一个媳妇虽然帮着 也是天天丢下盘弄扫住 反摆事情 我如今自己捡了 他们两个就有些不到的去处 又鸳鸯那孩子还心细些 我的事情 她还想着一点子 该要的 她就要了来 该添什么 她就趁空告诉他们添了 鸳鸯再不这样 她娘儿两个 里头外头 大得小的 哪里不忽略一件半件 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却不成 还是天天盘算 和他们要东要西去 我这乌鸣 有的没有的 剩了她一个 年纪也大些 我凡做事的脾气性格 她还知道些 她二则 也还投主子的圆法 她也并不指着 我和哪个太太 要衣上去 又和哪个奶奶 要银子去 所以这几年 一应事情 她说什么 从你小婶和你媳妇起 至家下大的 小小 没有不信的 所以 不但我得靠 连你小婶媳妇 也都省心 我有了这么个人 就是媳妇 孙子媳妇 想不到的 我也不得缺了 也没气可生了 这回子她去了 你们又弄什么人来 我使 你们就弄她 那么个珍珠的人来 不会说话 也无用 我正要打发人 和你老爷说去 她要什么人 我这里有钱 叫她只管 一万八千的 买去就是 要这个丫头 不能 留下她服饰我几年 就比她日夜服饰我 尽了笑的一样 你来得也巧 就去说 更妥当了 说必 命人来 请了姨太太 你姑娘们来 才高兴说个话 怎么又都散了 丫头们 忙答应找去了 众人 敢忙的又来 只有薛姨妈 向那丫鬟道 我才来了 又做什么去 你就说我睡了 那丫头道 好亲亲的姨太太 姨祖宗 我们老太太生气呢 你老人家不去 没个开交了 只当疼我们吧 你老人家怕走 我背了你老人家去 薛姨妈笑道 小鬼头 你怕些什么 不过骂几句 就完了 说着 只得和这小丫头子走来 贾母忙让坐 又笑道 咱们斗牌吧 姨太太的牌也生 咱们一处坐着 别叫凤姐儿 混了我们去 薛姨妈笑道 正是呢 老太太替我看着心 哎 就是咱们娘四个斗呢 还是添一两个人呢 王夫人笑道 可不止四个人 凤姐儿道 在天一个人热闹些 贾母道 叫鸳鸯来 叫她在这下手里坐着 姨太太的眼花了 咱们两个的牌 都叫她看着心 凤姐儿 凤姐笑了一声 向探春道 你们知书十字的 倒不学算命 探春道 这又齐了 这回子你不打点精神 赢老太太几个钱 又想算命 凤姐儿道 我正要算算 今儿该输多少 我还想赢呢 你瞧瞧 场没上 左右 都埋伏下了 说得 贾母薛姨妈 都笑起来 一时鸳鸯来了 便坐在贾母下手 鸳鸯之下 便是凤姐儿 铺下红毡 洗牌告腰 五人起牌 斗了一回 鸳鸯 见贾母的牌 已实成 只等一张二饼 便递了暗号 与凤姐儿 凤姐儿正该发牌 便故意 愁愁了半赏 笑道 哎哟 我这一张牌 定在姨妈手里 扣着呢 我若不发这一张牌 再顶不下来的 薛姨妈道 我手里 没有你的牌 凤姐儿道 我回来 是要查的 薛姨妈道 你只管查 你且发下来 我瞧瞧是张什么 凤姐儿便送在薛姨妈 跟前 薛姨妈一看 是个二饼 便笑道 我倒不稀罕她 只怕老太太满了 凤姐听了 盲笑道 哎哟 我发错了 贾母笑的 已置下牌来 说 你敢拿回去 谁叫你错的 不成 凤姐儿道 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 这是自己发的 也怨不得人了 贾母笑道 可是你自己 打着你那嘴 问着你自己才是 又向薛姨妈笑道 我不是小气爱赢钱 原是个彩头 薛姨妈笑道 我们可不是这样想 哪里有那样糊涂人 说老太太爱钱呢 凤姐儿正数着钱 听了这话 忙又把钱穿上了 向众人笑道 够了我的了 竟不为赢钱 但为赢彩头 我到底小气 输了就数钱 快收起来吧 贾母规矩 是鸳鸯带洗牌的 因和薛姨妈说笑 不见鸳鸯动手 贾母道 你怎么恼了 连牌也不替我洗 鸳鸯拿起牌来笑道 奶奶不给钱 贾母道 她不给钱 那是她交运了 便命小丫头子 把她那一吊子钱 都拿过来 小丫头子 针就拿了 搁在贾母旁边 凤姐儿笑道 赏我吧 赵树给就是了 薛姨妈笑道 果然凤姐儿小气 不过玩罢了 凤姐儿听说 便站起来 拉住薛姨妈 回头指着 贾母素日放钱的 一个木箱子 笑道 姨妈瞧瞧 那个里头 不知玩了我多少去了 这一吊钱 玩不了半个时辰 那里头的钱 就招手叫她了 只等把这一吊 也叫进去了 牌也不用斗了 老祖宗气也平了 又有正经事 拆我半去了 话未说完 引得贾母众人 笑个不住 正说着 偏贫儿怕钱不够 又送了一吊来 凤姐儿道 不用放在我跟前 也放在老太太的 那一处吧 一起叫进去 到省市 不用做两次 叫箱子里的钱 废室 贾母笑得 手里的牌 撒了一桌子 推着鸳鸯叫 快撕她的嘴 撕她的嘴 平儿一言 放下钱 也笑了一回 方回来 至院门前 遇见贾脸 问她 太太在哪里呢 老爷叫我请过去呢 平儿 忙笑道 在老太太跟前 站了这半日 还没动呢 趁早丢开手吧 老太太生了半日气 这回子 亏二奶奶凑了半日的圈 才略好了些 贾脸道 我过去 只说讨老太太试下 十四网赖大家去不去 好预备轿子的 又请了太太 又凑了圈 岂不好 平儿笑道 平儿笑道 依我说 你竟别过去吧 何家子 连太太宝玉 都有了不是 这会子 你又填线去了 贾脸道 已经完了 难道还着不不成 况且与我又无干 二则 老爷亲自吩咐我 请太太的 这会子 我打发了人去 唐货知道了 正没好气呢 指着这个 拿我出气吧 说着就走 平儿见他说得有理 也就跟了过来 贾脸到了唐屋里 便把脚步放轻了 往里间探头 只见刑夫人 站在那里 凤姐眼尖 先瞧见了 便拾眼神 不命她进来 又拾眼色 于刑夫人 刑夫人 不便就走 只得 倒了一碗茶来 放在贾母跟前 贾母一挥身 贾脸不仿 便没躲过 贾母便问 外头是谁 倒像个小子 一伸头了似的 凤姐忙起身说 我也恍惚 看见有一个人影 一面说 一面起身出来 贾脸忙进去 陪笑道 打听老太太 十四可出门 好预备轿子 贾母道 既这么样 怎么不进来 又做鬼做神的 贾脸陪笑道 见老太太玩牌 不敢惊动 不过叫媳妇出来问问 贾母道 就忙到这一时 等她家去 你问她多少问不得 哪一遭你这么小心来着 又不知是来做耳抱神的 也不知是来做探子的 鬼鬼祟祟 到吓我一跳 什么好下流种子 你媳妇和我玩牌呢 还有半热的空 你家去 再和那招二家的 商量治你的媳妇去吧 说着 众人都笑了 鸳鸯笑道 抱二家的 老祖宗又拉上 招二家的去 贾母也笑道 可是 我哪里记得 什么抱着背着的 提起这些事来 不由我不生气 我进了这门子 做崇孙媳妇起 到如今 我也有个崇孙子媳妇了 连头戴维五十四年 凭着大惊大显 千奇百怪的事 也惊了些 从没经过这些事 还不离了我这里呢 贾脸一声不敢说 忙退了出来 平儿在窗外站着 悄悄笑道 我说你不听 到底碰在网里了 正说着 只见邢夫人也出来 假脸道 都是老爷闹的 如今都搁在 我和太太身上 邢夫人道 我把你这 没孝心的种子 人家还替老子死呢 白说了几句 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 你还不好好的呢 这几日生气 仔细地捶你 贾脸道 太太快过去吧 叫我来请了好半日了 说着 送他母亲出来 过那边去 邢夫人将方才的话 只略说了几句 假设无法 又且含馈 自此便告了病 且不敢见贾母 只打发邢夫人及贾脸 每日过去请安 只得有各处遣人 够求寻觅 终究费了八百两银子 买了一个十七岁女孩子来 名唤烟红 收在屋里 不在画像 这里逗了半日牌 吃晚饭才罢 此一二日间无话 转眼到了十四 黑早 赖大的媳妇又进来请 贾母高兴 便带了王夫人 薛姨妈 及宝玉姊妹等 至赖大花园中 做了半日 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 却也十分齐整宽阔 全时林木 楼台亭宣 也有好几处动人的 外面大厅上 薛盘 贾珍 贾脸 贾荣 并几个禁足的 都来了 那赖大家内 也请了几个现任的官长 并几个大家子弟 做陪 因其中有个柳相连 薛盘自上次会过了一次 已念念不忘 又打听他最喜串戏 且都串的是生诞风月戏文 不免错会了意 任他做了风月子弟 正要与他相交 很没有个引进 这日可巧遇见 乐得无可不可 且贾珍等也目他的名 就盖住了脸 就求他串了两出戏 下来 一席和他一处坐着 问长问短 说懂说息 那柳相连 原是世家子弟 读书不成 父母早丧 素性爽霞 不拘细事 酷号耍枪武剑 赌博吃酒 以至棉花卧柳 吹笛潭争 无所不为 因他年纪又轻 生得又美 不知他身份的人 都误认作幽灵一类 那赖大之子赖上荣 与他素性交好 故今日请来坐陪 不想酒后 别人有可 读薛盘又犯了旧病 心中早已不快 得便抑郁走开完事 无奈赖上荣又说 方才宝二爷又嘱咐我 才一进门 虽见了 只是人多不好说话 叫我嘱咐你 散的时候别走 他还有话说呢 你既一定要去 等我叫出他来 你两个见了再走 与我无干 说着便命小丝们 到里头 找一个老婆子 悄悄告诉 请出宝二爷来 那小丝去了 没一杯茶时 果见宝玉出来了 赖上荣向宝玉笑道 好叔叔 把它交给你 我张罗人去了 说着 已经去了 宝玉便拉了柳香莲 到厅侧书房中坐下 问他 这几日可到秦中的坟上去了 香莲道 怎么不去 前日我们几个放鹰去 离他坟上还有二里 我想 今年夏天雨水晴 恐怕他的坟站不住 我背着众人 走到那里去瞧了一瞧 略有洞了一点子 回家来就便弄了几百钱 第三日一早出去 雇了两个人 收拾好了 宝玉说 怪道呢 上月 我们大观园的池子里头 结了连碰 我摘了十个 叫贝明出去 到坟上供他去 回来我也问他 可被雨冲坏了没有 他说 不但没冲 更比上回新了些 我想着 必使这几个朋友 心收拾了 我只恨 我天天眷在家里 一点儿做不得主 行动就有人知道 不是这个难 就是那个劝的 能说不能行 虽然有钱 又不由我使 柳湘连道 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操心 外头有我 你只心里有了就是了 眼前十月初一日 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笑 你知道 我一瓶如洗 家里是没得接据的 纵有几个钱来 随手就光的 不如趁空 留下这一份 省得到了跟前扎上手 宝玉道 我也正为这个 要打发贝鸣找你 你又不大在家 知道你天天 平踪浪迹 没有一定的去处 柳湘连道 你也不用找我 这个事也不过各尽其道 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 外头逛逛 三年五载再回来 宝玉听了 盲问 这是为何 柳湘连冷笑道 我的心事 等到跟前 你自然知道 我如今要别过了 宝玉道 好容易会着 晚上同散岂不好 相连道 你那另一表兄 还是那样 在座着 未免有事 不如我回避了道好 宝玉想一想 说道 即使这么样 倒是回避他为事 只是 你要果真远行 必须先告诉我一声 千万别悄悄地去了 说着 便滴下泪来 柳湘连说道 自然要辞你去 你只别和别人说就是了 说着 就站起来要走 又道 你就进去吧 不必送我 一面说 一面出了书房 刚至大门前 早遇见薛盘 在那里乱叫 谁放了小柳走了 柳湘连听了 火星乱蹦 恨不得一拳打死 傅思酒后挥拳 又赖着赖上荣的脸面 指得忍了又忍 薛盘呼见他走出来 如得了珍宝 忙猎起着走上去 一把拉住 笑道 我的兄弟 你往哪里去了 相连道 走走就来 薛盘笑道 你一去都没了兴透了 好歹做一做 就算疼我了 凭你什么要紧的事 交给哥哥 只别忙 你有这个哥哥 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 相连见他如此不堪 心中又恨又愧 早生一记 拉他到毕竟处 笑道 你真心和我好 还是假心和我好呢 薛盘听见这话 喜得心仰难挠 你一斜着眼 笑道 好兄弟 你怎么问起我这样话来 我要是假心 立刻死在眼前 相连道 既如此 这里不便 等坐一坐 我先走 你随后出来 跟到我下处 咱们索性 喝一夜酒 我那里 还有两个绝好的孩子 从没出门的 你可连一个跟的人 也不用带 到了那里 服饰人都是现场的 薛盘听如此说 喜得酒醒了一半 说 果然如此 相连笑道 如何 人拿真心待你 你倒不信了 薛盘忙笑道 我又不是呆子 怎么有个不信的呢 既如此 我又不认得 你先去了 我在哪里找你 相连道 我这下处在北门外头 你可舍得家 城外住一夜去 薛盘道 有了你 我还要家做什么 相连道 既如此 我在北门外头 桥上等你 咱们席上 且吃酒去 你看我走了之后 你再走 他们就不留神了 薛盘听了 连忙答应道 是 二人富又入席 饮了一回 那薛盘难熬 只拿眼看相连 心内越想越乐 左一壶 右一壶 并不用人让 自己便吃了又吃 不觉 酒有八九分了 香连便起身出来 丑人不防 出至门外 命小司姓奴 先家去吧 我到城外就来 说必 以跨马直出北门 桥上等候学盘 一顿饭的功夫 只见薛盘 骑着一匹大马 远远地赶得来 张着嘴 瞪着眼 头似波乱骨一般 不住左右乱瞧 即至从香连马前过去 只顾往远处瞧 不曾留心近处 香连又笑又恨 他便也撒马随后跟来 薛盘往前看时 渐渐人烟稀少 便又缺马回来 再不想 一回头 见了香连 如获其真 盲笑道 我说你是个再不失信的 香连笑道 快往前走 仔细人看见跟了来 就不好了 说着 先就撒马前去 薛盘也就紧紧跟来 香连见前面人烟已息 且有一袋尾塘 便下马 将马拴在树上 向薛盘笑道 你下来 咱们先设个事 日后要变了心 告诉人去的 便应试 薛盘笑道 这话有理 连忙下了马 也拴在树上 便跪下说道 我要日久变心 告诉人去的 天诛地灭 一言未聊 只听汤的一声 背后好似铁锤砸下来 只觉得一阵黑 满眼金星乱蹦 身不由己便倒下了 香连走上来瞧瞧 知道他是个不惯挨打的 只使了三分气力 向他脸上拍了几下 灯时便开了果子铺 薛盘先还要扎正起身 又被香连用脚尖点了一点 仍旧跌倒 口内说道 原来是两家情愿 你不一 只管好说 为什么哄出我来打我 一面说 一面乱骂 香连道 我把你这瞎了眼的 你认认柳大爷是谁 你不说哀求 你还伤我 我打死你也无意 只给你个厉害吧 说着便取了马鞭过来 从背后致敬 打了三四十下 薛盘的酒 早已醒了大半 不觉得疼痛难尽 不禁有哀腰之声 香连冷笑道 也只如此 我知道你是不怕打的 一面说 一面又把薛盘的左腿拉起来 向尾中泥泞处 拉了几步 滚得满身泥水 又问道 你可认得我了 薛盘不硬 只扶着哼哼 香连又挚下鞭子 用拳头 向他身上 雷了几下 薛盘便乱滚乱叫说 泪条蛇了 我知道你是正经人 因为我错听了 旁人的话了 香连道 不用拉旁人 你只说现在的 薛盘道 现在也没什么说的 不过你是个正经人 我错了 香连道 还要说软些才饶你 薛盘哼哼地道 好兄弟 香连便又一拳 薛盘挨了一声道 好哥哥 香连又连两拳 薛盘忙 唉呦叫道 好老爷 饶了我这 没眼睛的瞎子吧 从今以后 我敬你怕你了 我敬你怕你了 香连道 你把那水 喝两口 薛盘一面听了 一面皱眉道 这水实在 阿子 怎么喝得下去 香连举拳就打 薛盘忙道 我喝 我喝 说着 指的斧头 向尾根下 喝了一口 有味咽下去 只听 哇的一声 把方才吃的东西 都吐了出来 香连道 好阿子东西 你快吃完了 饶你 薛盘听了 叩头不迭 说 好歹 基因工饶我吧 这致死不能吃的 香连道 这样气息 倒熏坏了我 说着 丢下了薛盘 便牵马刃凳去了 这里薛盘 见他已去 方放下心来 后悔自己 不该误认了人 但要扎争起来 无奈遍体 疼痛难尽 谁知 贾珍等席上 忽不见了他两个 各处寻找不见 有人说 恍惚出北门去了 薛盘的小丝 素日是聚他的 他吩咐了 不许跟去 谁敢找去 后来 还是贾珍不放心 命贾荣带着小丝们 寻踪问济的 只找出北门 下桥二里多路 忽见尾坑旁 薛盘的马拴在那里 众人都道 好了 有马必有人 一起来至马前 只听尾中 有人呻吟 大家忙走来一看 只见薛盘的衣衫零碎 面目肿破 没头没脸 便身内外 滚得四个尼母猪一般 贾荣心内 已猜着八九了 忙下马 命人掺了起来 笑道 薛大叔天天调情 今日调到尾坑子里 毕竟是龙王爷 已爱上你风流 要招你驸马去 你就碰到龙鸡就伤了 薛盘修得 没地份钻进去 哪里爬得上马去 贾荣命人赶到官乡里 雇了一圣小轿子 薛盘坐了 一起进城 贾荣还要抬往赖大家去复习 薛盘百般苦告 殃及他不用告诉人 贾荣放医允了 让他各自回家 贾荣仍往赖家 回复贾真 并方才的刑警 贾真也知相连所打 也笑道 他须得吃个亏才好 至晚散了 便来问候 薛盘自带卧房疆养 推并不见 贾母等回来 各自归家时 薛姨妈与宝钗 见香灵哭得眼睛肿了 问起缘故 忙来瞧薛盘时 脸上身上 虽见伤痕 并未伤筋动骨 薛姨妈又是心疼 又是发恨 骂一回薛盘 又骂一回柳香莲 抑郁告诉王夫人 遣人寻拿柳香莲 宝钗盲劝道 这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他们一处吃酒 酒后反脸长情 谁醉了 多挨几下子打 也是有的 况且咱们家的 无法无天 人所共之 妈妈不过是心疼的缘故 要出气也容易 等三五天 哥哥好了 出得去的时候 那边真大爷 脸二爷这干人 也未必白丢开了 自然背个东道 叫了那个人来 当着众人 替哥哥赔不是认罪就是了 如今妈妈先当件大事 告诉众人 倒显得妈妈偏心溺爱 纵容她声势招人 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云 妈妈就这样兴师动众 以着亲戚之事 欺压常人 薛姨妈听了道 我的儿到底是你想得到 我一时气糊涂了 宝钗笑道 这才好呢 她又不怕妈妈 又不听人劝 一天纵死一天 吃过两三个亏 她也罢了 薛盘睡在炕上 痛骂香莲 又命小丝去拆她的房子 打死她 和她打官司 薛姨妈 喝住小丝们 只说 柳香莲一时酒后放肆 如今酒醒 后悔不及 拒罪逃走了 薛盘听见如此说了 要知端底 且听下回分解